土鳖越养越少 是发生了集体出逃 还是另有原因 如果正常的话 你输一拔 它应该是都是冲 土鳖离奇死亡 是思维不当 还是另有隐情 真是我这边网拜比 那边死亡起码多了三四倍 邦邦团专家寻找蛛丝马迹 最终能否揭开谜底 看高手来了 问题迎刃而解 晚上指点 养殖户流龙亭 正在寻查它的土鳖养殖社 土鳖种的田地比较多 像蚂蚁啊 老鼠啊 都吃的 特别是老鼠 晚上吃什么 流龙亭从去年开始 创业养殖土鳖 虽然管理上尽心尽力 但不知为何 它的土鳖却越养越少 这让流龙亭很是疑惑 这些消失的土鳖 究竟去哪了呢 本期节目求助人 刘龙亭 养殖土鳖 2000平方米 求助问题 土鳖越养越少 接到求助后 邦小妹找到了刘龙亭 实地了解情况 这么多虫 这就是土鳖养 天哪 密密麻麻的 你这下手就敢抓呀 这毛色 这虫又不一样 我试试 你试试 这一发一把 呀 不行 它的手都在我的手里抓 人家第一只 它长的是这种黑褐色 对对对 跑了 它跑得也挺快呀 土鳖也叫地鳖虫 波极虫 土圆等 属翡莲木 地鳖莲科昆虫 土鳖作为一种药用昆虫 它的药用价值较高 具有趋于止血 消肿止痛 接近蓄骨等功效 土鳖养殖常见的品种 有季土鳖 中华土鳖和金边土鳖等 刘龙亭养殖的是中华土鳖 它的头好小啊 有点像蟋蟀的头 跟蟋蟀那个差不多 你想又出胶 刘龙亭养殖土鳖 是从购境刚孵出一周的 土鳖幼苗苗开始 养到七八个月大的 商品土鳖时出售 目前 刘龙亭养殖的土鳖有两批 各占一千平方米 较小的一批 还不到两个月 较大的这批 已经养了六个多月 然而 第一批土鳖还没长成 就出现了问题 为了进一步了解具体情况 帮小妹跟随刘龙亭 来到了土鳖养殖社 土鳖是养在这种池子里的吗 跟这种叫离梯化样制 我看你这里边土鳖不多 白天土鳖 一般的土鳖有得转 你爸爸看看 是哦 就是我往下扒了 这有两三厘米吧 都出来了 廷哥 这个白色的是什么虫 这白色也是土鳖 它变异了吗 不是 我这次刚腿完皮里土鳖 土鳖一生一般退皮9到11次 刚退皮的土鳖身体较嫩 一般呈现白色 一段时间后 它很快又变成紫褐色 刚退皮的土鳖 还是一道不错的美食 不管是油炸还是烧烤 都别有一番风味 那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 廷哥 你看我这突然种 一样着一样着 感觉它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一瓶都当时上了两万多只 如果整肠的话 你手一拔 它应该是都是虫 我这不也能拔出来虫吗 这不也是虫吗 这才来照整肠来讲的话 你这一步的下菌 最少的有七八个八九个吧 那你估计现在 这一平方有多少 我现在我感觉 稍微有三分之一 少了三分之一 对 为了向帮小妹 进一步证实问题的严重性 刘龙婷现场取出了 一平方米的养殖土 准备过筛 看看里面究竟还剩多少土编 倒一道 这一倒这个土就剩下去了 对对 好 稍微抬上一点点 这样筛 对 进行一晃 留下来的就是虫了 对 来 撑 多少 11.7公斤 还能去坯 整畅18公斤 稍微比三分之一还多 从目前情况看 一平方米养殖面积 要少收获7000克的土编 如果每千克按20元计算 刘龙婷这1000平方米的土编 就得少收入十几万元 为了帮助刘龙婷解决遇到的难题 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 找到了一位养殖土编的帮帮团专家 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李帅辉 养殖土编11年 基地养殖规模5万平方米 接到我们的邀请后 李帅辉跟随帮小妹 来到了刘龙婷的养殖场 那刘龙婷土编的减少 究竟是哪种原因造成的呢 专家首先排除 除了土编逃跑的因素 既然土编跑不出去 那数量越养越少 会不会是由于死亡造成的呢 为什么这些死亡的土编身体都有残缺 他们又是如何死亡的呢 听了专家的判断 刘龙婷有些不敢相信 平时温顺的土编 为什么会相互残杀呢 这个有两种原因 一种也是密度过大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没吃包 专家经过分析认为 刘龙婷的土编当初放苗密度合理 再加上目前数量又减少了三分之一 因此养殖密度过大显然不存在 针对专家的判断 刘龙婷很是疑惑 平时每天都会准时四位 土编不可能吃不饱 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为了进一步寻找答案 专家让刘龙婷现场掩饰的四位 你这天天都是这样撒的吗 天天都抓一棒留一手 但是你这样问题非常大 是吧 因为你没有撒运啊 你没有撒运情况下 这个优道虫吃住了 优道虫吃不住 你想那边已经开饭了 这边还不知道 等到这边跑到肯定片 之后那边没了 吃完了 对吧 所以到时候他们就 自行寻找食物 那就可能是他们的同类 原来 刘龙婷虽然每天都对土编 进行了足量四位 但由于饲料撒得不均匀 导致有些土编抢不到食物 这些处于饥饿状态的土编 往往会把比自己弱小的同类 当成食物 从而出现相互蚕食的情况 专家认为 土编相互蚕食 虽然会造成一定数量的减少 但土编减少这么多 肯定不止这一个原因 那会不会还跟天敌的危害有关呢 听了刘龙婷的介绍 李帅辉也感到有些奇怪 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 专家还会有新的发现吗 你自己看这块 你看它跟周围有啥不一样的 这条有点磨磨 这粉末会动 很纤维 这个东西可不简单 这比老鼠要厉害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我常戴的有纤维镜 放大了再看 好不好 这种汇动的粉末到底是什么 借助行为镜 刘龙婷和邦小妹 又会看到什么真相呢 我这用手机摄像 就直接堆着 可以看 看 听哥 出来 出来 白色的小虫子 这么多 这是啥东西 这个东西太炫命就叫蛮虫 蛮虫 蛮虫 对 哎呦 我天哪 我吃了这么多这东西 蛮虫属于节肢动物们 猪行钢的一类体型微小的动物 它虽然只有针尖大小 但繁殖速度很快 是昆虫类较大的天敌之一 但为什么养殖吃中 会有这么多蛮虫呢 其实蛮虫无处不在 由于养殖社阴暗潮湿 耳料丰富 很适合蛮虫的生长 当温度和湿度 达到一定条件时 蛮虫就会大量繁殖 但李老师 我的兔别都是 叫这蛮虫给它 吃完呢 那兔别格子很大 它的伤害 重要是在这个屋 兔别还比较小的时候 这个蛮虫有多 它一团围住一个 一点一点的吞尸掉 就是说小的时候 就被吃掉了 对 蛮虫就是一个阴性杀瘦 你很难去发现它 但是它危害又非常大 一天吃个前把直虫 它根本就不知道 刘龙婷虽然平时 都在想方设法预防土鳖的天敌 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原来满虫才是土鳖最大的天敌 为了帮助刘龙婷 清除养殖池中的满虫 李帅会就地取材 帮他掩饰满虫的清除方法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铜树叶 铜树叶 满虫喜欢这个树叶的味道 满虫喜欢这个味道 直接往这里边就放就行了 放了之后 捏一团这埋伏 然后往这里边一放 这个树叶 先用它自己背身这个球尔 把满虫给吸引过来了之后 然后它在这吃满虫 清六四年就比较畅 这样你过个两三个小时 然后把这个树叶拿出去 给它满虫一撒满就可以了 六七天 你这个满虫就基本直立到位了 采用铜树叶又补满虫 可以就地取材 既经济又实用 另外它还可以避免化学药物的使用 既绿色又环保 保障了吐鳖作为药材的安全性 三人性必有我时 给到这个吐鳖冲养殖里边 我感觉实在是太有用了 我这也算是必闻早吃 这会反正也给我可打其乏 除了刘龙亭 广西壮族自治区 玉林市荣县的陈楚中 在养殖吐鳖的过程中 也遇到了问题 那它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它的吐鳖刚养一个月 为何出现大量死亡 它现在一共大概死亡 成为多少钱 三百多千 可能有十万多块钱 没有了 吐鳖死亡有蹊跷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原因 哎呦 这边也是这么多 看高手来了 问题迎刃而解 我叫陈楚中 我是这些小家伙的 饲养员 哎呀 有不明原因的 大批肿虫死亡 谁感到丑 求助人陈楚中 求助问题 金边土鳖 不明原因死亡 为了帮陈楚中解决问题 栏目太厨帮小哥 进行实地调查 这个虫子都是养在这里面吗 对 都在这个黄泉里面 大概一共多少这个疾病土源 当时饮种饮了一千斤 我看这里面是这个蛋拖什么 对啊 要给金边土鳖照个摸 我拿出来给你看 我已经看见里头 有这样动的了 我先看一下 哇 哇 这个声音 它一见光 它就到处乱逃 金边土鳖 又名金边土鳖 身体外围有一圈金色而得名 它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昆虫 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 主治关节炎 腰腿痛 跌打损伤 碧经等症 主产于广东 广西 福建等地 金边土鳖怕光 白天喜欢在阴暗的地方躲藏 鸡蛋拖凹凸的造型 给它们营造了一个天然巢穴的环境 陈楚中每天会在天黑前 给金边土鳖投喂木薯叶蔬菜叶或者南瓜 金边土鳖天黑后会出来自由采食 金边土鳖的繁殖能力惊人 每只母虫两个月产一胎 一胎能产三十到五十个幼虫 金边土鳖产仔很奇特 叫卵胎生 就是卵在母虫体内孵化 母虫再将胎盘和小幼虫一起生出来 刚出生的幼虫各个白色透明 幼虫长到成虫 需要四个月左右的时间 养殖金边土鳖的主要收益 是销售晒干的商品虫 陈楚中也是看到了金边土鳖良好的市场前景 也跟着养起来的 更是投入了五十多万元成本 几乎是全家的积蓄 没成想 刚养了一个月就出了问题 我们在这边看着死虫 这么多 对 盘里面装的都是清扫出来的 这里有多少了 十多斤半 十多斤了 十多斤了 非常大的一盘 而且陈大哥跟我说 就是一早上清理出来的 因为它之前一共才进了一千斤的种虫 如果这么下去的话 那可能没有几天 它的虫子就全部死完了 还有这些你看 铲子铲一半没铲出来的 哦 这是铲一半没铲出来的 也死了 对 像这种损失 损失就特别大了 等于这个纸要损失了几十个 其实挺可惜 这情况很严重 那现在一共大概损失了死亡的虫子有多少钱 从开始到现在 一共大约有三百多斤吧 三百多斤 三百多斤等于我 种虫的损失已经损失了三分一亿 因为我十万多块钱 没有了 为了帮助陈楚中解决问题 南部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 找到了一位熟悉金边土边养殖的帮帮团专家 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刘海岚 从事土边养殖十五年 基地面积五百平方米 怎么感觉你这里这么闷热的 因为这个是铁皮棚嘛 上面是铁皮花 所以说气温还是比外面又高一点 哎呦 陈哥 怎么这个网袋出来这么多虫子啊 这平时出来一些啊 就很正常啊 哎呦 这边的网袋应该出来更多一堆一堆的 在上面这一大片船是吧 这个线线属于不正常了哦 为啥不正常这个线 因为正常的虫子呢 白天它都是躲在鸡蛋桶里面睡觉的 它白天它不会出来活动 它要是出来 你这里面肯定是高温了 它受不了才出来 然后你看我汗传成湿透了 是 我也感觉挺高的 好像越往里头感觉这个温度越高 对 是吧 它高温之后就导致这个虫子 会重视死亡 它热了 它受不了了 反正我在里面待着就是闷热 我都感觉喘气特别难受 陈楚中想尽量保持大棚内不透光 以为这样更接近金边土鳖的生长环境 仅有的几个采光玻璃 也用帘子挡了起来 却忽略了温度和通风的重要 导致高温 由于温度过高 金边土鳖随时有大面积死亡的可能 情况危急 刘海岚建议马上整改 小心 小心 我先拿 我先拿 来 小心手 来 小心点 来 给我给我 这样一下就感觉凉快了 人都感觉舒服了 别说虫子 养殖的场地一定要通风透气才行 这样子那个液气就容易散出去 以免它的虫子继续死亡 减少它的损失 窗户安装接近尾声 刘海岚又开始了新的排查 按照她的经验 单纯的高温高湿 不会造成这么大量的死亡 一定还另有原因 哎呦 真是我这边网袋 比那边死亡起码多了三四倍 对 是死的挺多的 对 对 太迷想了 对 刘海岚发现 大棚楼梯口的另一端 有五个网袋的金边土鳖 它们的饲养条件 与其他网袋都是相同的 但死亡的数量 却比其他网袋大很多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刘海岚能否看出其中蹊跷呢 你看 哎呦 这边也是这么多 这边呢 这边也是 对 里面 整个网袋都是了 我发现那个虫子 有些排盘已经盘出来了 但是母的也死了 那个幼崽也死了 有些小虫啊 中虫啊 都死了 陈哥 嗯 据我错误判断 你这个虫子是中毒死亡了 怎么可能毒死 我所谓的饲料啊 就是 如果中毒的话 它应该是 整个演技场 它都中毒了 可能只单独做几个网袋里面的 图源中毒啊 经过了解 这五个网袋的金边图鳖 死亡数量是最近几天才明显增加的 已占总死亡量的40% 对此 陈楚中一头雾水 不知所措 他们真的是中毒而死吗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中了什么毒 但我能确定绝对是中毒 因为中毒的成组呢 它会平民地增长 那六个脚会抖动 刘老师 那您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也在纳闷啊 再看一下吧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刘海岚发现 这几个网袋附近 竟然有一个通风口 一个通风口是挨在哪里的 这是大棚旁边的楼顶 我们上去看一下上面怎么样吧 好的 你这楼顶是干嘛用的 上面就是用来晒虫子的 周边环境还是可以的 那这么多这些铁皮 把这里就是搭这个铁皮用的 对 搭这个棚子 哎 这里怎么这么多蚊香在这里啊 你点啊 没有 这是应该是我妹 不在这里施工的时候 点的吧 因为晚上的干活 哦 难怪 你看 点了这么多蚊香 虫子不大量死亡才怪呢 但是我总以为这个农药啊 杀虫剂啊 可能对它伤害比较大 做点蚊香能对虫子造成这么严重的伤害 蚊香本来就是杀虫的啊 那苍蝇是虫子吧 蚊子也是虫子啊 那金面土原它也是虫子啊 主要是你这边那个风向刚好吹这边进去 它进去之后就出不来了 但是陈楚中却对刘海岚的判断产生了质疑 蚊香对金边土鳖真的有这么大的影响吗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做个实验 看看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 那现在呢我们就把蚊香点了 然后放进去 看看它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看一放进去 我就感觉这个虫子好像就有点躁动 大多数蚊香中都含有举止类杀虫剂 虽然含量非常低 对人体不会有什么影响 但是对于敏感的金边土鳖来说 却是致命的 金边土鳖一旦吸入 会导致神经麻痹中毒而死 中毒了 脚发抖了 有些体质弱的它死得快一点 有些体质强的死会瘦一点 就是相信了 因为眼见为实嘛 看到这个蚊香 确实是把这个土鳖给毒死了 整个所有的问题都找到了 我们现在赶紧的 把那些还没有死亡的虫主 配药配奥托品调水给它喝 来解毒 尽量帮你抢救那些没死亡的虫主回来 好的 一斤水就配三粒就行了 你现在五个网袋 大概先喂五斤水这样 然后要连四的喂五天 记得不 阿托品是一种生物碱 对蚊香中的杀虫成分 具有一定的解毒作用 但要在专业人员指导下使用 谢谢刘老师 不用客气 我相信你的虫子会越来越好 我的愿望就是虫子 后面能越养越好 再一个就是愿意去发展 金面土圆养殖的这些农户 去带动他们一起 共同去养殖 共同致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